你姑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人家孩子她是说我这么的这么的 是不是 她是不乐意让我找 她不乐意让你找 那她不乐意让你找 你找不找啊 我找不找 我能听她的吗 在接到李大哥女儿的电话以后 红娘把大哥家的情况 跟傅大姐说了一下 在征得傅大姐的同意之后 两个人见面了 嗨 嗨 嗨 大姐 嗨 嗨 嗨 请进吧 嗨 李志勇 李大哥 嗨 嗨 夫妻子 你好 你好 嗨 嗨 嗨 那个 请坐吧 谢谢 多大年龄呢 今天周岁是五十四 五十六十四 哎呦妈 吓我一跳 太紧张了呢 这么紧张了 因为妈都说错了 哈哈哈 到底说 这天天这么厚不见了 你这么年轻的呀 这么年轻的呀 是啊 帅的小伙 哈哈哈 好好好 哈哈哈 哈哈哈 嗨 大姐呀 你咋不嗨大姐呀 嗯 嗯 不好 我六十了 嗯 嗯 哪儿去救的呀 木器厂 木器厂啊 四零四木器厂 啊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女士 不一般 啥 啥 都给我钱多了 我这个我瞅着她吧 我就瞅着她 她能不能相赢我 起码一看外表就不行了 嗯 外表长得行吗 老师哥哥也不行 周长现在不行 穿着打扮 起码穿着打扮的像样 大姐咱们今天见面了咱就直接 你管我叫大姐啊 我能跟你叫大姐 哎 我说人家都跟你叫大姐 你说我这 小大姐你九四岁呢 你管大姐叫大姐呀 嗯 我对她称呼我都没法称呼 你们叫大姐大姐的 说啥说啥的 你说我都没法称呼 你咋没法称呼呢 我能叫老妹呢 你咋不能叫老妹呢 哈哈哈哈 好意思 我都说了 我叔叔他还在啥 那他咋的 他看我老了 哈哈哈哈 看我说比他叔叔大呀 他这个反应啊 我有一个感觉 他对我还是有好玩 我还是有好玩 我还是有好玩 比方说你跟他叫大姐 他不乐意 他就说明对你有好玩 为什么不乐意 说明对你有好玩 嗯 说明起码来讲 他说明他在乎我 是不是 我的感觉就这么感觉 就说你们相对我 啊 我有点没理 啊 你没理啊 没理就对了呗 哈哈 那就是说 说明你们也相对我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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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呵 呵呵 你知啥呢 在想不想中一说话了 哥不就知道了 嗯 你说是 一说话那可以就知道了 着急 哎呀 着急 着急啥呀 你现在咋这么急呢 你咋一进步就问人家 想不想中呢 你俩都没了解 大姐都没了解 你说啥人 大姐咋说相对啊 我就说一说咋俩 你看人家生烙就死了会儿烙 你说一眼我就没想到你 这多好啊 是不是 看得出来李大哥是有点着急的 在红娘提醒他刚刚的表现有点过于冒失之后 他居然又提出一个更冒失的问题 我这人吧咱说生理上没病 嗯 有这个男女方面的需求 不知道您能满足我 嗯 嗯 满足不了 反正正大事物的啊 咱们都不介意就说这个 不像有那静儿咱们说的 嗯 我不行我不能满足你 再另病选 嗯 嗯 嗯 你咋能直接问大姐说能不能给你过复习生活吗 你觉得你这么问大姐 你貌个貌是人 你俩见第一面 你可以表达说我在掌握这方面的需求 这正常 但是你直接问大姐说你能不能 满足我这方面的需求 这是啥呀 你现在想想 嗯 是 我随便会讲 说话老科还是没有你那么完整 说怎么的你能不能满足我 现在就问我这个事 这是啥脑子呀这是 他啥老科这是 嗯 觉得太冒失了 不好 没为了 看得出来 傅大姐是真的生气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李大哥主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因为你是看不上我 那是你自己的 对 这个是想法 行 是大哥自己的想法 嗯 对 是不是大姐的心里话啊 嗯 是不是大姐 也对 他说的挺对 脑袋还挺好使 挺聪明 你还挺聪明 通过这一次相亲 红娘发现 李大哥这人是好人 可就是说话呀 有点太冒失了 于是决定再嘱咐李大哥几句 好 他说我主要原因在于哪儿 在于你的个人表现 你说话呀 有点就是太冒失了 我为啥要跟你说这些 因为 咱接下来不快得掌握 但是你说 你如果这样 一直没有改变 我再不给你一个提醒的话 你说你永远这样 你咋找啊 是不是 那我害怕啥你说 就是害怕就 因为这个事不给我掌握 是 我不能因为这个事不给你掌握 但是你要从这次的相亲的过程中 吸取一些经验 是 对 对